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历史,我是依依 苏提达曾经是一个空姐,直到遇到了泰国国王马哈 才因为其懂事以及文婉的性格而引起了对方的喜爱和注意 甚至是放在了身边侧候十几年 他可以说是马哈的选美始终最为独特的一个存在 毕竟要论颜值他并不算特别美 论气质也不算高贵,比较具有小家必育的气质 最终能够成功地坐上王后职位 更多的是靠自己的那一点聪慧 其实最开始他是以护卫队队长的身份出现在民众面前 或是最开始成为王后的时候 还经常因为糟糕的妆容 以及高低眉大小眼的模样 让不少人很是不看好 当时作为护卫队的他十分注重打扮 穿着红色军服搭配上黑色军装帽 看起来干练而又优雅 同时鼻挺的站姿也让他拥有着作为护卫队的强势 但是他的妆容却很是糟糕 本来就有着高低眉的他还特意的把眉型刻画出来 更是显得整个人脸型非常不对称 再加上化了浓重的烟熏装 还把本身就有的大小眼缺点再一次放大 显得妆容迷离 一点都没有作为王后的气质 不仅如此 他当时由于已经三十多岁了 为了跟年轻的小姑娘们在马哈面前争宠 他还十分热衷的画上了油腻腻的唇膏 更是让整个人看起来不仅不够高级 而且风格以及气质更是糟糕 即使因为他这样的情况 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能够稳坐后宫职位 同时他小心翼翼的举动 也似乎预示着他的王后职位并不算稳定 而他第一次作为王后显身时 那让人尴尬的蓝色眼影以及绿色眼影 更是成为了苏提达的人生黑历史 穿着蓝色传统服饰的苏提达 可能想着是蓝色的衣服应该配上蓝色眼影 但是他却忽略掉了他的化妆技术 以及他皮肤的质感 以至于画上蓝色眼影之后 显得整个人十分的廉价 再加上他没有王冠 而是效仿失利及把花朵待在头上 更是让他看起来土力土气 不过苏提达也算是聪慧 他在成为王后之后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应该一味的学习小女生扮嫩 所以他一改风格走起了端庄大气风格 这显然更适合他已经42岁的年纪 而且效果也十分的不错 穿着黄色传统服饰的苏提达 放弃了过于繁复的妆容 而是选择了简单的大地色妆容 同时也不会去刻意的凸显眼线 显得整个人的颜值更加的清爽 倒是比以前显得年轻很多 耳朵上戴着的简约的珍珠耳环 点亮了他的典雅气质 修身的黄色上衣与他白皙的皮肤 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衬得娇嫩而又优雅 平时他的穿搭也是越发的端庄 无论是蓝色的西装外套搭配打底裙 还是紫色西装套装裙 都能够让他看起来优雅而又大气 已经有了作为一国王后的贵气 淡淡的妆容将自己本身的大小眼 以及高低眉完全遮挡过去 同时展现出了完美身材的穿衣风格 也让人们把他在脸上的视觉重点 移到了他的穿搭上面 更能够体验出他有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 显然这短短的王后生涯 已经让他逐渐懂得如何把自己变得更美 而这样子的他也将王后之位做得更加稳定 接下来是68岁泰王引狼入室 给20名妃子在皇宫修建卧室 挑战王后权威 马哈瓦吉安龙宫从小就含着金钥匙出声 是泰国默认的王位继承人 虽然他的种种掠迹让普密彭国王失望痛心 但是在这个以男权为主的王室之中 马哈瓦吉安龙宫最终还是在花甲之年 登上了国王的宝座 然而拉玛实施登记以后 他并没有将心思放在自己的职位上 而是变本加厉的扩充后宫 令人废宜所思 当地时间8月7日 根据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迈克格雷格 马歇尔的推特透露 泰国公共工程和城乡规划部 提交了一份非常有趣的采购文件 涉及马哈瓦吉拉龙宫庞大的 安彭宫宫殿建筑群的扩建 安彭塞亚住宅大厅 位于曼谷的皇家宅地杜斯特宫 在1890年 由拉玛武士朱拉龙宫国王建造 是一座拥有巨大花园的欧式豪宅 也是泰国现任国王 马哈瓦吉拉龙宫王后 苏提达王后的官方居住 当然也是国王后宫妃子们的居住地 这次大兴土木将国王居所扩建 其实就是国王为自己的后宫妃子 扩充居住地 这一点并不是胡乱的猜测 因为在文件中提到 将为SAS女性军官建造卧室 那么SAS究竟是什么呢 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知道 是泰王马哈瓦吉拉龙宫 对他德国的20名妃子的简称 全称是Special Air Service 是英国皇家特种空军的一种简称 泰王由于对空军有着不一样的情节 因此也给自己的20名妃子 组成了这样一个皇家编队 真的是太会玩了 马哈国王的这20名妃子 全部都是来自于皇家部队 都是清一色的短发美女 她们不仅是国王情人这么简单 都被国王授予了高级军衔 并且赋予了同样的王室姓氏 Seri Vagri Bagdi 这意味着她们也拥有着一定的王室身份 这多少会对苏提达王后形成一定的压力 这20名妃子如果联手与王后作对 想必泰国王室又要变天了 68岁太王大型土木给20名妃子修建卧室 这是要公然的挑衅王后呀 马哈瓦加龙公将苏提达王后送到瑞士的苏黎市 自己仍然在德国与20名妃子享乐 然而一直住在酒店也不是办法 抗议者已经将国王居住的酒店围得水泄不通 并打出反抗投影标语 破坏了国王玩乐的好心情 而且国际媒体对此持续关注 有损泰国君主制的形象 因此马哈瓦加龙公才决定扩建自己的后宫 将20名妃子的卧室全部安置在皇宫里 这样既可以继续享受妻妾成群的生活 又可以保持足够的私密 真是一举多得 至于苏提达王后她也是始料不及 原本安邦赛汉住宅大厅 只有国王和王后可以居住 如今突然又扩建了20名妃子的卧室 这难免会招惹事端 正所谓三个女人一塔戏 而20多个女人同时住在一起 只怕泰国王室会闹翻了天 68岁的泰王也是老糊涂了 这分明就是营火烧身呢 苏提达王后一直忙着在瑞士照顾自己的私生子 只是偶尔回国才与泰王秀一下恩爱 其他时间都是各玩各的 如今20名妃子的卧室 要搬到安邦赛汉的住宅大厅 一场后宫之战在所难免 苏提达能否掌控住局面 作为王后之位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场精彩的后宫大戏 想必很快就要上演了